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一下MG的新款 军用猎刀,丛林法则 它是绿色,丛林绿的K窍和丛林绿的手柄 手柄呢,是极要零材质,是磨砂的,带磨砂的方法 刀刃的话呢,它是分苍苍实习和一个珠光实习两种 护手和饼锥,尾锥,都是可以拆卸的,不锈钢的 这个设计呢,主要是体现在呢,现在很多刀啊 都是夹片饼,没有可玩性 那么我们这个呢,可玩性和保养都很差 那么我们这一款呢,就是说完完全全可以拆卸保养 就类似于军用的一些刀具或者是枪械一样 可以拆卸保养,或者是说可以有一种感觉,把玩的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先来拆卸一下,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首先,尾锥,后面是有一颗固定螺丝 它这颗螺丝呢,是抗震12G的 所以说,大家都不用担心它会短 首先卸掉螺丝一颗 接着,手柄上的两颗也是定制型的 使用的是T25的螺丝皮 把它拧开 这是定制的,压长性的,抗震级螺丝 这是定制的,压长性的,抗震级螺丝 把另外一边的螺丝皮 也是拿出,两颗加长性的螺丝 好,手柄,卸开 当然,在它没有卸开之前呢 我们这是全包围的 里面一颗螺丝帽,在这边 成包围的螺丝 两边卸开之后 看,它合起来是成包围的 不是那种贴片式的 尾椎 不锈钢 护手 一款成刀片 一体龙骨式的 这样的话就方便保养 德国第二的钢材 如果内部的话,湿的的话 也是比较麻烦,容易秀 所以这个适当的保养还是有必要的 然后呢,这个护手呢,是分体式的 这边是有螺丝固定 同样也是可以拆卸的 但是这个似乎就没有必要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组合 先加入护手 然后加入手柄 然后加入手柄 在加入手柄之前呢 这颗螺丝,螺母 先给它放进去 因为到时候尾椎的螺丝 是要靠这个固定 放好之后 固定 把两颗手柄 螺母放入 转过来 拧入螺丝 先不用拧紧 先不用拧紧 后面的 尾椎给它固定好 好 我们先把手柄螺丝拧紧 好 好 我们先把手柄螺丝拧紧 拧紧固定 拧紧固定 手柄螺丝 再次紧固一下 好,入装完成 没有缝隙 没有任何的缝隙 编部也是比较贴合 完美的 可以销 可以销也不松 可以销的组合的话 我们现在还没做完 各位担心要会一起发布 叢林法则 户外指导 MG出产 可以销